我听说你在学校还干广播站是吗 是的 这么好的嗓音 对 我在广播站是担任 一个播音员的一个工作 主持过吗 主持过校园里的一些小会议 还有升旗仪式之类的 你今天想在这方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是的 我准备了一个离婚仪式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离婚仪式 是的 那快给我和陈薇离婚仪式 这个好 自打那个求职者 给我们俩结婚了以后 给我们俩结婚了以后 我就时时刻刻想着 什么时候能离婚 来 我们掌声欢迎陈薇 来 好 我去离婚了 大卫先生 陈薇女士 良诚及时已到 请新郎亲娘入喜堂了 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 在此我仅代表这对即将离异的夫妻 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鼓掌 朋友们 一年是365天 无论有多少伤感的日子 最伤感的还是这分道扬镳日 无论有多少痛苦的时光 最痛苦的还是这分手离别时 就让我们伸出同情的双手 欢迎那对缘分已尽 情缘已了的夫妻闪亮登场 鼓掌 请 这个好像音乐史上没有离婚进行曲 是啊 不容庆祝 携手走上神圣的分手殿堂 还携手走上 愿你们分手之后 都会找到彼此美好的明天 各自新婚 新郎 前夫 前夫您痛苦吗 可惜你这一问我就懵了 我是不是又回去了 旧狼 旧狼 您痛苦吗 旧狼这挺好 其实讲我不痛苦 你还年轻 你以后就知道了 恋爱是选你喜欢和欣赏的那个人 在一起过一阵子 结婚是你选择一个人 你愿意包容他的缺点 陪他一辈子 那咋离了呢 那就包容不了了呗 陈薇 您难过吗 这是什么 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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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还心挺平静的 那证明您对这个感情已经 就是完全淡染了 非常棒这一点 朋友们 这 今天终于迎来这一个好聚好散的时刻 让我们为他们彼此未来的幸福喝彩 鼓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俩现在该做什么呀 那就直接分到杨标就散场就好了 散场就好了 对 谢谢 我觉得这点显示他的专业素质有在听上 对对对 记性发挥的时候没有词 哎呀 这段念缘终于分开了 对对对 我其实有一个完结情节 这闭环闭上了 对对对 哎 终于 这个完美了 你们想不想跟我一样问问他 为什么要弄一个离婚典礼 离婚的这个仪式呢 做的人比较少 然后追求新颖的一种方式 还挺好的